之前呢 有观众呢 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 然后就说呢 能不能帮忙打探一下 以前在京八路上有一家非常非常火的一个油泼面 现在呢 不见了 它到底去哪了呢 小飞呢 今天就跟着导演来到了这个文博东路上 因为那家店呢 现在已经挪到文博东路来了 今天要探寻的就是老店新开张的原京八路班纪油泼面 在京八路的时候 满动满动 吃了很多年 从老店在京八路那边开始 最早在京八路的时候 我觉得一直在吃着特别 他原来在京八路在那吃 吃了很多年了 原来他一直在京八路的时候都去 去那吃那吃 油泼面2006年在郑州京八路开始经营 由于市政改造 2017年年底 搬迁至目前的位置 这一碗油泼面究竟是什么味道 让这些老食客一路追随到此 这油泼面的面 口感筋道 有嚼劲还不硬 吃起来面香味十足 而最让时刻念念不忘的就是这油泼的辣子 油泼那个辣椒特别有 特别香 挺好啊 不是那么辣 但是很香 如果辣椒你提前不炒一下的话 它那个辣就是直辣 但它这个有点山西那种 怎么说吧 这个辣味就是比较香 因为它有辣椒籽 通过这个油一加热之后了 就是那个辣椒的香气就充分的体验出来 但是吃了还不是那么辣 您平常还爱做饭是吗 我爱做饭也爱吃 那您自个吃 也在家做不就行了 不行啊 面没它做的筋道啊 它这面筋道 在家做的那个口味也不行 它的辣椒好 香 辣 辣椒好 辣椒比较出味 辣椒比较出味 别的地方吃油泼面大概吃不出来这个味道 就觉得它家这个味道特别正宗的 就香中这一口 香中这一口 喜欢 看来食客们追随的不单是面的口感和辣子的香味 还有那埋在心底的老味道 咱就去看看这油泼面是怎么做出来的 都是在这儿来做面 这是要干吗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师傅同时做吗 一般 你听这个声音就能感觉到它这个面的那个筋度 应该是挺高的 这是提前活好的 然后提前活好的 然后行个几十分钟吧 好 烘烟 然后就是这个面越来越有筋度 是吧 那像这样子就是摔打一下的话 是不是也是有一个更加筋的意思在里面 对对对 然后这个声音就可以听得出来了 然后这样摔打完了以后就直接下锅了是吗 对对对 都是一锅一锅地在下 大概有个那边是八口锅 那边也是八口锅 所以的话有十几口锅 同时在下面 这样的话做得会比较快一些 面是提前活好醒至过的 时刻点面之后 师傅撑拉摔打后 直接放入小锅中煮制 几分钟后面出锅 盛入提前配置好底料的碗中 这里面配的都是什么 这里面有我们自己调配的 有二十多种调料 就是大料打粉碎之后加到里面 其实我看到的这个料汁的话 它应该算是一个符合的料汁 调果味的料汁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然后还有葱花儿香菜 葱花儿香菜 葱花儿香菜 青菜 青菜 对 然后这个就是垫底的 对垫底的 就是拌出来的就是 最后是拌出来的 由下往上拌 对对对对 接下来就是众多食 各们反复提到 既香又不辣的辣椒 可是闻起来 辣味儿确实不低 辣度不会太低 是吧 对 那为什么就是 当时经过那个油 油激热 那个香味啥东西 把它辣味儿就要低 把它香味儿更提高一点 一积油之后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对对 现在证实了一个细节 里面确实有很多辣椒籽在 一小一点 辣椒籽留下来有什么好处吗 它们直接就是 它们直接就是 当地的辣椒 就是那种线椒 线椒 线椒比较长 籽比较多 这个辣椒在他们那里 就是生长期比较长 然后粉碎的时候 直接就把籽 就粉碎到里面 籽带在里面的话 会不会更香 应该是有这方面原因 有这方面原因 你也是他大行家 没有了 因为刚才采访的时候 有时刻提到的 人家会去做饭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用山西的辣椒 对 然后再泼油 因为它下面的底料 是已经配好的 所以面一放 然后直接的辣椒面 往上一放 然后油一浇 就可以直接出锅了 对对对 哦 那这个时候加来 大家会听到 大家很喜欢听的声音 油泼辣子 嘶嘶啦啦的那个声音 特别诱人的 很有食欲的感觉 感谢成德露露 对本栏目观众奖品的大力支持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其实这个油泼面端上来之后 要赶紧的拌开 其实你在拌面的时候也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种香气 其实你搅拌的过程呢 然后它直接就会散发出来了 因为它的料都是在碗底的 所以拌的时候 就从虾往上走就好了 好了 直接开吃咯 味道很足啊 而且这个辣椒呢 真的就是吃起来的时候呢 其实并不是很辣的那种呢 而更多的这种香气会比较足一些 然后再加上呢 它里面配置的那个料汁啊 这个味道在一起之后呢 你会觉得很香味道很足 而且吃起来的时候呢 也不会觉得就是那种油特别多 然后会有嘴那种感觉啊 那你整个吃起来的话 就是比较香而且还是比较顺滑的 再加上这个面条哈 这个面条本身呢 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 比较硬的那种筋道啊 整个吃起来其实还是蛮软的 但是那面条呢 你能够吃到它那种 挺挺坦坦的感觉啊 就是大家伙说到的 比较筋道的那个口感啊 当然了 您吃完面之后呢 然后呢 个人的建议呢 在药上一碗这个汤啊 也就是圆汤化圆神嘛 这样的话 很舒服了 如果说呢 您是比较好的一口的话 您可以到这来尝一下 吃个酸菜鱼能吃吗 蠻多冒汗的啊 吃火锅嘛 就是这种 要的这种感觉 一个糊辣 一个四川 鱼怎么样 鱼非常嫩 很嫩哦 没嫩 没倒进来 其实还好 你看它鱼的弹性 还是蛮好的 是吧 所以吃起来口感怎么样 这种感觉 在别的店里一般 找不到这种口不辣的味道 那你觉得它这个辣味 从哪来的 就是那个胡椒粉里边 出的那个辣味 那一个吃的辣 哦 吃胡椒吃出来的汗 对的 看到没有 火辣辣的 这辣特别好吃 这个麻椒特别正 吃了特别香 是吗 北哥 是的 还有 我们今天双鸡胃 知道吗 我们今天双鸡胃 太热了 这个鱼特别嫩 特别滑 然后这个汤喝的特别浓 这个汤也特别好 是吗 对啊 这个汤特别香的 酸菜鱼的这个汤 是可以直接喝的 是的 可以的 但是那个麻辣鱼可能就 这个麻辣鱼 但是它这个辣椒 放出来以后 然后再添汤 这个汤味也特别香 对 那个也很适合小孩 小孩 来吧 尝一尝 喝什么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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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信 你尝 来来来 来 我给你尝 我给你尝 吃点辣的呗 肥个爱喝辣的 别闹了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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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尝尝 天呐 吓死我了 要拦不住的话 我心里就不知道怎么着了 这个汤特别浓 真的 很不错 酸菜的香味很足 是吧 这个吃起来腻不腻 不腻 香 香而不腻 然后这个麻椒呢 吃的又特别的好吃 其实平常我们吃这个酸菜鱼 我们都会觉得这个汤 应该会比较咸 就是有点厚的那种 但是它这个汤 你喝起来还是 味道不是特别重 它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 有一个就是那个 蕃茄鱼 然后很适合小孩喝 真的是进入尾声了 我们是蕃茄鱼跟酸菜鱼 蕃茄和酸菜 它这个蕃茄鱼的鱼汁 是特别浓 哦 番茄汤汁是吗 真的是能够的 对对对 要尝一口吗 不用不用不用 也有 也有 我们有麻辣汤汁 炸料比较浓 你看我们都吃了好多酸菜了 还有那么多捞出来 这个酸菜真的我们在外面都买不着 我都想问它在哪买的这酸菜 不用管 这就是我就想带回去的 让它待会让它打包带回去的 好厉害啊 他特别喜欢吃 其实我们平常 大家我都是知道的 我们吃那个酸菜鱼的时候 像小朋友 他们的口是很难适应的 对吧 因为它会比较酸啊 或者带点辣椒啊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但这个就没有问题 没问题 酸的香就是香 关键是香 这个酸菜木头很香 就是香 这个酸菜很香 脆不脆 脆 脆 就没有那种说煮猛了的那种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真的不知道怎么 你看我们现在在锅里也煮得了 这个酸菜真的很好 我天天做饭在菜场买得到 你要喜欢看您的节目 是吗 对对对 给你一次激活我叫什么 小飞 我刚刚准备说已经抢出来了 我给你讲 你今年 火火火旺旺旺 谢谢谢谢 一定是这样子的 哥你有啥愿望 爽不爽 然后看消费给你算了 都试验不到 事业 对对对 爱情 是吧 家庭 对对对对 爱情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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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法折 没法折 乖哥 赶快哥 叹息了一手 没关系 咱叹息完了之后 咱踏踏实实的 对吧 对吧 老顾客了 老顾客了 对 非常适合我们这个北方或者说河南地在这个口味 就是没有特别辣 但是带的香 但是你要这么说的话 像重庆那边啊 它吃的会比较油一些的 对对对 你看它这个有那种油腻感吗 没有没有没有 对没有 因为算清爽 对对对 然后再加上它平时夏天配了有这个 夏天配的有这个 这个 冬天也配的有这个 你你猜猜这个是什么 现在冬天配的这个是什么 哎呦你不要这样考验我嘛 它肯定有个酸字对不对 没有没有 夏天是蒜梅汤 对 然后冬天呢 你看着跟蒜梅汤一样 嗯 其实不是 那它是什么 很大的一个玄机 它是红枣水 哦红枣水 对对对 你摸一摸一下是温的 这个是温的 夏天是凉的 哦 每个这时候应该稳凉稳你 第一 第一哥们你 你在这儿煮了多少锅 啊对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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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个你这个免费不免费 嗯 一般情况下 夏天喝 第一个是免费的 第二个 那就要付费了 哦 你们俩其实聊在两个频道上 哈哈哈 所以你就懂了哈 对吧 嗯 美女觉得吃也怎么样 嗯 我我一般不太喜欢吃鱼 但是我就吃她家的鱼 我这么夸张啊 真的 其实你可以说没得选择的 哈哈 来到这儿必须得吃鱼 不是 它这个鱼吃着就是比较 比较嫩 嗯 而且特别入味 因为有的鱼吃上去 它是表面上有味 里边没有味 没有味 对对对 但是我看你盘子里头好像不是鱼 我们鱼都吃完了 我们现在涮菜 哦 所以那个是涮羊肉之类的 是吧 对对对 这家位于秦岭路上的火锅鱼店 尽管没有太过的装修 但是依旧阻挡不了大家来这儿吃鱼的热情 据了解 这里共有四种味道 香辣浓郁的胡辣鱼 麻辣鲜香的麻辣鱼 鲜香浓郁的酸菜鱼 以及酸甜适口的番茄鱼 再配合一些可口的小菜 或是三五好友的小聚 或是全家齐上阵 先吃鱼再涮菜满足了不同的需求 而大家来这儿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冲着这里的味道来的 其实呢坐在锅边你会觉得 就这边灯笼椒那种特有的香味 然后直接就会冲着你的鼻子就过来了 然后呢里面呢还会有这个酸菜鱼 那种酸菜的香气 来了 先来个不辣的 酸菜鱼 看到了吗 其实整片的鱼你夹起来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鱼肉吃起来很滑嫩 而且呢吃的时候 你还会觉得略微 带那么一点点筋筋的咬劲在 这个酸菜人家吃起来的时候 它那个脆度是特别好的 不会说煮的时间稍微久一点之后 然后咬起来就是完全就是已经 按照我们恒大话说就是已经弄掉的感觉 它吃起来很爽脆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麻辣口的了 其实它这个说叫麻辣的 其实呢辣度并不是特别的高 你首先到嘴巴里面之后 你第一反应是味道很香很足 然后呢慢慢的那个麻味 会在你那个舌头上慢慢慢慢慢慢的就炸开了 你知道吗 所以它说是麻辣 其实它麻味香味会突出一些 麻香味更足 但是辣味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重 它更多的是这种灯笼椒所散发出来的香味在 而且呢它入味的效果是很好的 其实我们今天选择的这两个口味 是有寓意在里面的 酸菜鱼呢是祝大家伙年年有余 然后呢麻辣鱼呢是祝大家伙 红红活活 这是过了中生大道是吧 对啊 那今天等于又还到东边了 是的 而且都是跟着我来的 这个导演啊 这个导演就是特别痛爱 他家在东边住的 总是找家门口的 家门口的好吃的多呀 对话说回来 就是谁家门口没几家好吃的饭店啊 其实今天这个还不是正东 有点偏南的这个方向啊 东南方向 那东南方向的小伙伴们 大家好啊 今天说不定找到你家门口了 那这吃个啥呢这是 吃啥之前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大嘴哥 你觉得去年你火不火 去年火不火 对 应该说去年之前一直就不怎么火吧 为啥 我说到目前为止你知道吗 咱们的观众 我竟然至少还有三分之一啊 能把我认成飞鸽的 你能批成两个飞鸽吗 你说这样 老天就开演呐 那你别担心了 今天咱吃了这个菜 吃完之后 肯定让你今年火起来 出门都是三个黑衣的 围着你 不准拍照 不准拍照 就是那种巨星 真的 soro star 再给没句实话啊 不过这么说我就很开心啊 今天吃完这个 我今天就能火是吧 对对对 而且那个店还有点小惊喜 还有惊喜呢 对 逼人就好惊喜 那走吧 瞧瞧这个小惊喜到底是什么 喂 张伟 你好 您好您好您好 您是 我是张伟老板 老板 老板在门口等人呢这是 老板亲自接的 你们家我看 我们老板说 你们家能吃一个 我吃完今年一定会火的一道菜 有吗 有 做什么呢这是 我们做鹅 做鹅的 对 那能吃吗 那肯定能吃 那能吃 那是个玩具 提起来鹅肉 这种食材在咱们平时的生活中 接触的并不多 跟鸡肉羊肉比起来 吃的人比较少 做鹅肉比较有名的就是信仰的烧鹅块 难道今天要介绍这烧鹅块 我猜这是啥 这就是惊喜吗 上菜之前不开盖 不是这个上菜的形式很特别 这还推这个车 这干嘛 这要现场操作吗 对 他们不是在那边吃吗 你还要开这边锅呢 这个先做的 在这边做 我先这样吧 先问一下 咱这边这道菜算是哪 是地方风味还是你们自创的 这个是广东顺道菜 等一下点烟火 这个我们这主要是火焰堆销 什么 带火 别烧着 待会要点火 我 别说啊 这道菜还真能吃出这个仪式感 形势很好 答案你是要把我往火坑里吹 对 往火坑里吹 不是 你这个 这个 吹到最可 我大概明白了 这个就是吃完之后 今年就能 红不红火火 就能忘了是吧 好彩头 好彩头 可以可以 形势非常新颖 非常好看 也是特别喜欢 点火那部分 对 看着那小火 晃得晃得晃得 晃得晃得 你各种感觉 点那个火起个什么 怎么说嘛 心情会忽然间 就是说 很有那种期待感 感觉那个火苗看着很神秘 您觉得这是算是噱头 还是说有什么作用 其实这就是人家的那种做法 不是什么噱头 其实让我们感觉看着还挺好看的 挺好看的 这是一种独特的做法 鹅肉 鞋块备用 葱姜炒熟 下锅爆火 之所以要有这么一下火焰 并不只是为了好看 主要是为了去腥 米酒经过燃烧以后带走了腥味 只留下米酒的香味 最主要是他们这个 因为南方的做法 他这个整体口味怎么样 算是偏淡一些的还是不要 他这样最主要是跟他那个酱 你像其实我们两个比较喜欢吃辣的 但是这哥们他喜欢他不吃辣 所以将就将就我们就吃微辣了 要看广东的吃法应该没有微辣 改良过的 味道是根据咱这口味改良一下 他纯套这个酱出味是吧 对对对 他们应该是密制的吧 这个应该是他们这个饭店的独家配方 应该是 吃上也不错 口感非常好 麻辣味绝对到位 绝对到位 绝对到位 这个吃完你能想象到 是广东的那边的一些 一个算是一个吃吗 我感觉像我们河南人吃完 像河南人 对 好吃 我觉得这个酱汁在里面起了大队 酱味非常浓 而且就经过这么简单的炖煮 这个味道已经完全入到肉里面了 鹅肉说实话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接触比较少 但是他们家这个肉上去真的一点意味都没有 肉炖的还挺慢的 不要有嚼劲 最关键这个酱味真的很香啊 我觉得这个酱味太点精致比了 里面搭配食材也挺特别的 今天老板特意推荐的 里面加一些干豆角 瞬间回到北方的感觉 我觉得这算是南北革命的一道菜 这个酱调配出来大概要15种到18种左右 15种到18种 有海鲜酱 海鲜酱 有猪猴酱 有南乳汁 还有牛肉酱 自己熬制的麻辣酱 您可以在吃麻辣的时候吃辣不见辣 吃麻不见麻 您刚才介绍的也是其中的几种 就是简单的几种 就是这个酱真的一下锅 这个味道明显的闻到是特别香 里面肯定有肉 都忙着拍照 您拍鹅那是拍我 主要是拍您 主要拍我是吧 我比鹅还是稍稍重要那么一点点 相当重要 相当重要 他们家这个算是比较有特色 刚刚听师傅介绍说是广东那边一种吃饭 我不让您吃完觉得怎么样 今天吃完再评价每一次都不一样 每一次都不一样 地道的广州烧鹅口味偏甜 属于南方菜系清淡的味道 所以为了照顾咱们本地人的口味 老板在这道菜的基础上将味道做了一些调整 之所以食客会觉得每次都不一样 酱相同 香料味更足 味道上更适合咱们本地人的重口味 那口感上会有变化吗 那个因为酒 然后它酒喂一下之后 那个腥味就没有了 而且它这个鹅和其他家吃的鹅还不一样 现在就要柴 你知道吗 鹅做得不好的话柴 但是它这个吃的是嫩的 怎么说吧 口感的话是比较细腻一点 鲜 那个入口化 入口化 不会吧 刚才有人说这个肉筋道啊 没有腥味 我们炖的时间长了 刚开始上来的筋 越炖这个肉越慢是吧 对对对对 那这个味道也是越足 味道越炖 这个味道越重 因为他们家的鹅 一直都是从广东过来的 嗯 都是那种90天的子鹅 比较嫩 糖口感就明显能感觉到 对对对 和汉鹅和水鹅区别就是肉质 虽然味道上做了调整 可是食材却没有变 依然是按照顺德的方式 选用当地的鹅肉 那南方的鹅跟北方的鹅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选用的是广东本地的黑棕鹅 因为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 把它带到河南来的时候 我们试验过咱本地的 包括新阳啊中谋 我们都用过 但是我们本地的鹅 基本上在吃草的比较多 所以鹅肉呢 吃起来比较柴 广东的鹅呢 它是在水里长大的鹅 它的肉质比较好 再一个我们选用的鹅呢 是在70天左右的子鹅 小毛还没有推干净 大毛已经长出来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鹅 它肉质比较嫩 这个鹅处理完之后了 我在后厨师给它 用这个油稍微煎一下 锁住里面的这个水分 之后了 然后去下这个 拿这个去煮它 把它前期消 加工一下 加工到三到四分来熟 这样的话上桌来炒的话 这个时间就会比较短一点 而且这个鹅肉里面的这个新鲜成分 跟水分 全部锁在肉里面 介绍完也给大嘴 这尝尝味道到底怎么样了 没想到吃之前大嘴 还受到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在你吃到这道菜之前 我想先问你 你就忘了 问我 怎么了 你还认识我吗 这句话问得 问得我很尴尬 你知道吗 咱俩之前见过是吧 对 很多年以前 很多年以前 你还记不记得 你报道过一个龙海路的 一家烤面街 龙海路 在路边拉着三轮车的 一家烤面街 烤面街 你不是个小车摊吗 对 你不会说那个 那个人就是我 你妈 对 说实话 我挺感谢想想美食这个栏目的 因为经过你们的报道聊以后 不仅我的生意好了 而且我也收获了我的爱情 我的家庭 当时我们俩 就是通过这个节目聊以后 我的生意也好了 完了我们那时候认识聊以后 他就在我的摊上帮忙 帮着收钱啊 帮着干什么的 帮着帮着帮上自己人 对 就是现在我们的老板娘 我看今天爱人也是几个月了这是 六个月了 六个月了 这是一胎二胎了 二胎了 二胎了 真好 刚才大哥说 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 必须啊 世间我这个骄傲感 油然而生啊 都说美食能交友 能够结识更多喜欢吃的朋友 没想到还有人因为美食 收获了爱情和家庭 今天不仅是给大水的惊喜 同时也是给夫妻俩的惊喜 其实香香美食也是希望所有的吃货 都能因为喜欢美食而更热爱生活 花生米作为一种特别家常的食材 在各地的餐桌上做法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油炸或者水煮都能当作左餐佳肴和下酒菜的小菜 也是不少吃货的最爱 而在汛县古城有一种花生米却被当作特产来看待 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这种汛县特产 名字听起来就很特别 叫吴二锅鲜椒卤花生米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特的称谓呢 我叫吴西正 我从80年从部队回来 跟我父亲做这个花生米 咸椒卤花生米已经接近四十年 我父亲跟我爷爷都干着 愿我父亲呢就是快了个愿老 还是到街里边世界转 没有卖花生米 为什么叫二锅鲍花生米呢 家传三大的手艺 近四十年的从业经验 这让吴师傅提起自家的花生米 就充满了自豪 落地能摔成三瓣可见这种花生的酥脆成 即使轻轻一搓也能沙沙作响 花生米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独特的口感呢 这经验那个大花生 拨手拨来以后 就是懒来不要 包括出现来不要 再通过八成四个的筛子 筛 筛了以后 筛上没咬 筛下没不咬 用机器拨这个呢 它就是二人送片手巡尸了 在机器里边转着时间账了 都出油了 出油了以后 一剪热钱 它就用一批 包括这个花生米 里头管兔啊 管啥呀 就是这样就不能用 手工剥的花生米 经过严格筛选 才能作为合格的原料 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这个把水烧开了以后 把这个油料下进去了 就是通过水稿煮 把这个料污出来以后 再下着花生 等于是这个香药露了油果味 料味都出来了 花椒 大分量 就是说是陈皮 主要是还有这个量酱 就是机会大料 主要是机会大料 主要是机会大料 其他样是油果料全的话 二十多种了 这是简单的就是机会 天呐 一颗花生米居然要搭配二十多种大料 而下锅煮 只是花生米入味的第一步 一样现在从这个搬了 这个属于搬了 在锅里边出来以后 出锅以后 下这里搬了 所以一千元都是啥呢 在盆里边搬了 这个盆销 人体力才劳动才大 所以在这个体力劳动坚轻一把 天呆的专属太高 累心累低 所以这花生专属高 用盐均匀入卧的花生米 还要倒入筐内 控水晾晒和自然风干 而炒花生米 则需要一种更独特的原料 就是溜啥的 比较细腻 滑背 就像这样 它这个裹塞子 这个呢 它对上这个都像 有晃土粘土在里边的 它溜动两倍性 它发粘 所以说这个土 天亮都塞出来了 地下都洗啥 洗涂 滚铜式的炒炉是电动的 这被吴师傅称为是半机械化 从这个1987年 我这个脑子里边有射箱 咱们能改进这个用 人工翻脚这个成果 所以那个本国态法上 也比较低 火还得清一个烧火 一个烧火呢 也说这个翻脚一直不能停 不能停呢 这个嘴里边哪儿都挡了 都是土 所以说相当辛苦的 炒了一天 把碗上扔了一组 连饭都吃不下去 都不下去 再来抬累了 红香啊 烤香啊 全都使过 但是趁点小锅出来不行 又出不来这个鲜的小锅 就是发明一个滚通式的 滚通式的一个炒锅 沙土传导的热量均匀而持久 通过这种加热方式 炒制的花生彻底脱水 口感才会特别焦酥 即使现在有了机械化的帮助 炒好的花生米 也要靠人工进一步过筛 分离沙土和杂质 再次晾晒之后才能食用 美味的背后 是这些老手艺人心情的付出 就是说我不在乎这个钱的多少 只是说在乎我这个工艺 和这个祖传下来这个 这以前都叫收益人嘛 现在都叫工艺 就是把这个继承下来 底下也带着 为我们整个家族来 咸语和声语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香香美食栏目 今天的小飞是坐着公交车来的 谁信呢 谁信呢 你爱信不信 我就站在公交站盘这咋地吧 对不对 今天来的地方呢 大家伙不要吐槽 又是来西郊了 因为昨天去的那个南郊 前天去的东郊 所以呢大家伙不用那么介意 东南西北 我们全都会给大家伙找齐的 今天来到这儿呢 天太冷了对吧 这话已经说了好多遍了 天气太冷了 要给大家找点这个热热乎乎的 吃了之后呢 最好能冒点汗的 这样的话呢 大家伙就会很舒服 很开心 对不对 那你吃啥呢 热羊肉热羊肉 热羊肉热羊肉热羊肉 热羊肉 以前都来这儿吃过 吃过 是吧 在郑州大大小小羊肉热面 羊肉汤店很多 喜欢吃的人也很多 但今儿啊 热热乎乎一群人来吃热羊肉 看来这里的热羊肉 有点魅力 我是从小吃到大 从小吃到大 老家饿的热羊肉 看啥都吃 在热羊肉 你说它这个热羊肉 属于那个 登峰那边的那种做法 对 登峰露点嘛 露点 那老板是登峰人吗 老板是啊 就是说这个给登峰的老点的热羊肉 它的一角 哦 它开始在这儿开到平面 是这样的关系啊 是 风湿豆 风湿豆嘛 吃面 三位登峰时刻介绍 热羊肉 是登峰卢店鎮的特色小吃 那这里的味道 和登峰当地 会有差别吗 感觉怎么样 跟家里的 一样吗 味道 一样 一样的 那我发现就是 这边的热羊肉好像粉条 放的会多一些 对 这算是登峰的一个特色吗 这里边如果不放粉条 放羊肉 那给羊肉糖有啥区别 那都没啥吃 粉条啊 也是炉店热羊肉的标志 有没有觉得粉条多 粉条是稍微有点多 还可以吧 那是喜欢吃粉条 那喜欢吃粉条的 对对对 粉条的口感咋样 可以 挺好的 没有那种 可紧可紧 腰不辣那种 里面有汗的有嚼啥啥的 感觉上像添加东西了 对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煮到味了 整体喝起来什么感觉 还挺好的 没有那种羊肉的闪味 它弄就是肉烂 肉烂 这汤浓肉烂 对对对 它这不觉得它肉特别多 肉特别多 挺划算 对是 是吧 这个肉 你说是个优雅美雅的认识 都定好了 很辣 都可以 羊肉暖身 辣椒开胃 烩羊肉中的辣椒呀 似乎是标配 每一碗都放的有 挺好的 挺好的 还真的是哈 它们全都是带辣椒的 所以放辣椒会更香一些 好吃好吃 带辣椒好吃 带辣椒好吃 你能吃点辣的 也不说特别辣 就是有点辣味 但吃上了 辣椒比较香 比较香一些哈 这红红的是什么 枸杞 是枸杞吗 是枸杞 番茄 感觉上像是番茄 番茄 胡萝卜的话 不会那么那么软烂 有番茄 以前有喝过烩羊肉吗 有 有啊 有番茄的吗 没有很少见 很少见是吧 所以这种吃多了之后 往往就会忽略掉它的细节 是 登峰烩羊肉的特征 除了烩菜多 要放辣椒 汤浓味鲜 羊肉软烂 成了时刻对烩羊肉的评价 登峰的时刻还说到 这就是他们老家的味道 像是一位姓冯的师父的分店 到底是不是呢 这些都是您做的吗 慧羊肉 我是登峰烩羊肉 都是我们家传三代 已经三代 三代人了已经 我的爷爷 我的父亲大夫 没有错了 这家店就是登峰老店的分店 长出的这位冯大叔 也正是刚刚时刻提到的 冯石头老先生的儿子 您做这个烩羊肉 跟别家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们的烩羊肉 太厉害了 肉质吃得非常满 煮肉有啥讲究吗 煮肉讲究 做问题还得问回家 问老爷子 下来的肉是 统一分配 在路上统一煮 虽然来了郑州 但羊肉还是由冯师傅的父亲 在老家亲自煮 煮好以后再送到郑州 不关销的肥子 看来就不一样 那这个肉是可以直接吃的吗 直接吃的 这个肉一般会选择什么肉 一般选择公养 公养的肉 肉质非常有刺 鲁店镇属盆地地形 三样在山上的山羊 活动多 吃草长大 选用18个月左右大小公养 肉质比较紧实 肥肉少 那咱在熬汤的时候 有什么不一样吗 熬汤是全部清水虾肉 清水虾肉 一大口成 大概会放多少斤的这个 骨头在里面 大概五十斤 大六十斤左右 你看这个汤需要熬多久 我八点半开火 十点半成功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是吧 纯羊汤搭配羊肉粉条 小许番茄冬瓜大葱 在采访时还发现一个特点 咱们这配菜里边 放的有番茄是吗 对 这是咱们的一个特色 番茄 我跟你说 这个番茄必须得放 为什么必须得放 它第一能去掉羊山 我第一能提鲜 那种酸酸的 酸酸的 微甜的那种 这两样味道 应该都是提鲜的 提鲜的 是吧 像这个粉条放的 比较多一些的话 这算是登峰这边的炉店 灰羊肉的一个特点吗 特点 一碗半最低是三两肉 到三两二 粉条是二两大 二两二大 二两百 这个粉条 我们这个粉条是老爷子 专业供应的 着急什么自己下 没有一点加 也不加什么 真的吗 全部成全身上 所以说你这个粉条 是自己家里边做的 自己 自己 咋的 我就是灰羊肉 关键是糖 关键是肉 这三个是非常关键的 这是什么辣椒 是羊油辣椒吗 这是炊羊肉 配的 河南的辣椒 和山西的辣椒 两种辣椒 为啥配陕西辣椒 山西辣椒 它一出三二香 一出三二香 那咱河南辣椒 河南辣椒 它主要突出辣 辣味 后厨了解得知 惠羊肉有三个关键 羊肉 羊汤和辣椒 但是如果您平日不能吃辣椒 单点的时候 告诉老板 冯大叔就会制作出 不放辣椒的惠羊肉 虽然不放辣椒 但是会加入一些 花椒胡椒的混合调料 主要起提鲜和暖胃的效果 吃到现在 就是有感而发 喝了几句 就是这个粉条 就特别的滑 特别的爽 感觉肯定是那种 红薯粉条做出来的 喝到这个汤的时候 这个羊肉汤 确实跟一般的那种 就是咱吃了会面的羊肉汤 确实味道不一样 就这种汤 你感觉它喝了一口之后 那种香味 就是从你的味蕾 那感觉发散到全身 就给你喝一口白酒一样 就那种爽的 瞬间 哇 上头了 嗯 香 你知道吗 就那种感觉就 难以言表 你知道吗 好 这个菜是什么菜 这个应该是肺 肺 羊肺 羊肺 辣子肺 辣子肺 辣到吧 就比如说特别辣 特别软 一嚼就烂了 下水吃有啥味啊 这个没有 没有什么异味 对对对 就是一个香吧 对对香 好 汤 汤 比较浓哈 而且味道呢 也是比较鲜的那种 和辣椒搭配在一起 尤其是羊油辣椒搭配在一起 它那个香味会更加突出一点 但是有点要提醒您 虽然我们说这个羊油辣椒 它属于那种香而不辣的那种 但是呢 这边的辣椒呢 辣度还是有的 您在吃的时候呢 根据个人的口味提前说清楚 您知道吗 经过绘制之后的羊肉 你在吃起来的时候 和你在后厨的时候 直接吃那个羊肉片的感觉 还是不太一样的 您在后厨吃到的时候呢 更多的是感觉到羊肉的那种 筋度 会更好一些 但是在碗里边汇完之后呢 你会感觉到 嗯 这时候你再吃起来 它的嫩度也已经出来 但是那个嚼劲 依然还在 尤其有粉条 哦 真的是 没有一点点那种发色的感觉 你知道吗 整个你就是一口吸溜的话 如果你下面处理比较好 一口可以把整个的面条 粉条哈 整个给吸溜下去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软滑 筋爽的感觉哈 但大家会说了 除了这边 除了有这个惠羊肉之外呢 还会有这个 呃 叫做辣炒羊肺 应该是 其实说是辣炒 其实它的辣度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 更多的是香味 而且这个 羊肺吃起来的时候 那种口感 不太好形容 就是 软软的 微微的还有点脆 然后呢 有那么一点点的筋 嗯 而且它这个 没有任何的那种 脏气的那种意味啊 什么通通都是没有的 吃起来的时候呢 就是羊肺哈 它那种很特殊很 不一样的那种香气 很独有的那种香味在哈 尤其是它 在稍微的给咱们 一点点的那种 辣椒的味道在哈 所以吃起来的时候 嗯 会很舒服 如今不需要驱车一个小时 前往登峰喝上一碗 灰羊肉了 登峰炉店的风味小吃 也到了咱们郑州 地址就在湖牛路淮河路交叉口 向西五十米陆北 登峰炉店 逢气溃羊肉 来吧 谢谢大家 我来吧 你也听老男人 的咱们 还有这个 不得来 对 那些人 忙着什么 我回想 正在说 又说 那边 病人 呢 又聊 在�이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可能 我听到你之前还是有工作的呀 对 高高景观 园林的 做事多少钱呢 十年上班 我觉得这工作不适合我吧 其实现在我还有时候早上起来 老觉得我要去单位上班画图 家里给了压力有点大 就觉得三十多 就吊着浪荡啊 啥事也不干 看人家谁谁谁 在哪儿北京上海哪个 反正都挺听不见 你看你 就等于说是这个店是 我憋了一肚子气开起来 我就不信了 有点破釜沉舟那种感觉 好 我就非得把这个事干好 好 我就非得把这个事干好 好 我就非得把这个事干好 很多人在朋友圈看到我的店前来 可能觉得环境有点意思 但我觉得一个饭店 还是要回到吃本身 我不希望别人说我的店 是个网红店 看话一现 老板 听我你店里招人 我能来这儿上班吗 看你古国惊奇 明天带你去闻个身吧